Hello 大家好 我是TK文 欢迎收看战舰世界 喜欢我们视频朋友呢 点击下方订阅啊 就能订阅我们的视频 自从订阅我们视频以后啊 然后呢 妈妈再也不说啊 我们打战舰坑了 然后呢 你每天都能第一时间啊 收到非常精彩的战舰世界的视频 那么今天是发的第二部啊 我也是看到有很多的小伙伴朋友们 可能有些人在家里聚会 对吧 那有些人的话 可能说耳孤生意人在外地或怎么样 那么起码来说 大家通过看文文的视频 大家还是会在有个地方可以相聚的 那这里的话 也是祝大家新年快乐 猴年行大运 那么也是感谢本期我们的一个WL-E-E-Y-A-N 提供的一局非常精彩的一局压滑 就很标准的战略舰的一个打法 那么投稿的朋友 左下方有我们的投稿邮箱 大家可以把你的一个战绩啊 一个路上文件以及全屏的战绩截图 如果不知道怎么 呃 截图啊 就是全屏截图啊 可以自行百度一下 非常简单 那么发动到我们的一个投稿邮箱就可以了 那今天的话 用一阿华 我们看啊 这边的话 我们都是祥赫啊 现在改班以后 其实日系航母越来越多啊 的确是强好多 然后呢 我们对面两艘北卡 两艘一阿华 嗯 战略舰有点优势 对面是一艘提尔匹兹 然后呢 驱逐舰的话 对面是巴尔蒂摩 我们这边是一吹一不启啊 就一吹一吹 哇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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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还是看得懂啊 然后呢 驱逐舰的话 对面应该是一艘无畏 我们这边是弗莱撤 所以说 呃 总体来说 等级差不多啊 就是我们的一个战略舰 高了一级 那 像战略舰的打法是什么呢 呃 我们先问到主视角 战略舰的打法在于什么 但战略舰的话 属于在游戏中间的话 也属于一个中间力量 那么它属于一个扛线推进的 就是说 谁的战略舰扛不住 对吧 往后撤了 那么敌人的话会给很好的一个位置 那么 呃 你可以往后拖 但是的话 呃 等于说是一个军摊伤害的一个机制啊 哦 对面的阿玛吉 天成 看啊 他打了一轮 手抖了一下 第三号炮打好像没打出来 后来又补了一发 我来看一下 呃 这是后面的三号炮打射出来的一轮 阿玛吉出露头一轮 哦呦 5800 再来 啊 跳弹 那 其实啊 像那个亚华的话 我们觉得这次非常的帅 它的一个射角啊 其实它真的骑射的射角已经是很好了 那就相当于就是说 其实和蒙大拿是一样 蒙大拿是多了一个四号炮塔 但它四号炮塔要骑射的话 其实角度还是比较大的 像亚华的话 像这样子一个骑射差不多就35度角啊 在比较远的距离 你在依靠机动的一个情况下还是不错 而且它的防空能力也会非常的强 你看 左边的话 像现在这种八级防翔赫的飞机啊 还是只能说头头挨荡啊这种 但是如果说是想在亚华这里啊 基本上吃不到好果子 而且现在等于变相 因为亚服版本和国服是同步的嘛 等于说是现在这种版本来说的话 日系航母的加强 其实对美系的一个战列啊 或者是巡洋式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好处 为什么 因为日系多在编队多 但是质量差 不像美系是那时候中途岛比较多的话 一波扔完就走了 对吧 你防空再强 你也是有秒伤啊 不是说是爆发性的一个输出伤害 所以说 诶 这里的话还是打这个天成 天成这个走位还是比较耿直 诶 消点了 那么就等于说的话 其实打日系的飞机 美系的防空能力会比较明显一点啊 像美系的鱼类机啊 或者说是剑爆剑空过来的话 基本上你除了靠防空技能打散 或者说是战斗GPZ的话 效果就不会是很明显 而且的话据说5.3版本 美系要被砍吧 那像日系航母的话 SR-2这种功能型的配置 飞机又多 视野开得好 而且的话飞机多以后呢 比较的效果也会更强 这个就是会非常强了 可以看到 就是有说到 我们这里有一些是彩色的 诶 有没有核心区 有没有核心区 诶 这妙高啊 是那个亚服的一个苍蓝任务呢 可以看到 可以拿一个就是ARP妙高海物舰队的 这个是新出来的一个 就是说是要做任务的 我啥 YARP那么多 我怎么活服没有呢 对吧 啊 文文最近稍微喉咙有点不舒服啊 所以说 我说咳嗽啊什么 我要把脉关一下 那这个避免不了啊 你说 你让我说个20来分钟 然后不咳嗽 这个 臣妾我办不到啊 我办到 诶 对面妙高出来了 但速度也不快 对 速度也不快 一个侧身 准备外切 我们先来一轮 有没有机会 得到一个机会 像不像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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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 该你手办了 呜 三发核心啊 直接是把妙高 秒了 直接秒杀 一血到手 哇 这个秒的太爽了 那 像战列扛线的话 可以看啊 因为对面的话是 两艘驱逐的雷击能力并不强 但是的话呢 他们的炮击能力很屌 所以说的话呢 我们是扛战线的时候就不要冲的太着急 千万不要冲的太快 那么差不多你看保持其实一个18公里啊 就是和他们战列保持18公里的距离凝是差不多 为什么 因为在这个范围内的话 寻阳剑想要吸你也很难 哦 又出来一个摩噶米最上 有没有机会 有没有机会 诶 最上的话速度 哇 这个瞄的有点 感觉有点多 但是看看 最上 最上 哦 最上减速了 哦呦 哇 这四发如果说最上不减速 我们提前不要拉太多的话 这个基本上一轮就直接是跟他说白白要秒掉了 哎 可惜可惜 但是我们家妙高已经上了 那所以的话 现在我觉得我们是可以加速往前推了 因为一个悬崖一死 一个悬崖打残 对吧 剩下的话 其实我们家的马汉座还是蛮到位的 一直盯着驱逐在夯 那基本上 现在他们战线的话 已经是接近于 呃 被我们压缩进去了 不能说是崩盘或怎么样 但是已经是被我们压缩 所以说的话 这里是可以 啊 可以进去了 这里的话 天城 阿玛迪 天城 最上 最上是打不了 打天城还是可以的 加速啊 这一波雷的话 应该是那个前面的最上任的雷 这个问题不大 加速往前 看看能不能还有机会 再观察 再观察 打天城吧 打最上也可以啊 他这个苗的啊 这里苗的话应该是 我不是说他在马上 苗的应该是天城吧 苗天城的几率会比较多啊 来了 哦 这个可以 哇 一万四 你可以看 现在真的是摆姿势的一个情况下的话 其实杀伤能力还比较强 哇 我们家北卡顶了两次了 哎 这个北卡这个位置 我们这个位置要遭重啊 赶紧是往里边转 这的话 还有一个最上 能不能是想办法把最上收了呢 啊 最上 还在瞄最上 因为最上现在是无路可走啊 哦 没有 他还是要瞄天城 这个的话 这个位置还是瞄的是天城啊 因为最上 其实这个位置瞄最上 也不错啊 也是可以打的 哦 啊 啊 啊 哈哈 哦 我感性啊 他前面那个预瞄位绝对不是瞄最上 肯定是瞄天城 但是 他把最上给瞄了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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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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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属于那种什么 以前所说的无相神功 对吧 我要打这个 我打的是你 但是其他会类似于通辈权这种的 对吧 我也不知道我会打哪个目标 但他现在的话想战略啊 就有时候我们战略现在在顶的时候啊 有时候一些选择一些位置啊 输出啊 你可以暴露给某些战略 但是不要暴露给所有的大部队 然后呢 可以接住我们的一个视野 哦啊 他这里的话应该是瞄蹄子吧 现在又到了天城 瞄高 没什么好啊 没 就战略的话 其实真的是不要着急 不要着急的打车 瞄的是提尔比斯 提尔比斯速度也不快 就有时候输出的话 不要着急 对吧 多去看看你能打的 就可以看小地图 这个圈里面都是你能打的 对吧 你看看到底能打谁 提尔比斯 哦呦哦呦 清晰 才中了两发 有点可惜 那么你还是要在选择目标上面啊 要去参考一下 我们家烟花还有五万多点血 我们这里马上大宝剑回满 就要回到 现在应该是六万多了吧 已经是回好了 那伤害就 大家互扛伤害吧 诶 这个巴尔蒂摩可以 这个巴尔蒂摩 对就瞄这个 他无路可走了 赶紧开爆 船头 六发 哇 炮弹还行啊 看看 这个 哇 巴尔蒂摩 巴尔蒂摩 哎呀呀呀呀呀 完了完了完了 完了 这个转的就内切过来了 这个就没办法 那么像战略有时候不能冲的太快 因为毕竟啊 对敌人的杀伤性 你看这个那么多 这个距离已经是可以了 就把他们围在里面打 那如果说你真的要硬刚上去的话 敌人一发狠 对吧 就说那么多的船是急火的话 大家还会非常的疼 所以说是慢慢来 他还秒 看一下秒谁呢 看一下他秒的应该是妙高 哎 艾档 哎 这个艾档位置可以 提前要多算一点 看看 而且这个艾档的话应该是在躲那边的炮弹 所以说这边可能是不大会看得到我们 所以偷鸡的来一发 有没有 有没有 漂亮 干你所办 一发核心 直接是把他带走了 这种目标啊 打起来就是会很爽 因为他不是在看你 你像你看如果说自己的妙高也好啊 那他们家丫鬟开始顶过来了 妙高也好 这种位置的话 真正会遇到会玩的 其实很难 很难去打 这的话继续再打一轮 人家带一点点的小内切对吧 真位置打起来就很难打 而且现在的话 我们艾桑角度是摆好 这里的话其实可以往前开 开到一个艾桑的侧面 然后呢怎么打呢 就是说大家对啊 一个是在踢头顶 一个是因为有 侧面的话是有岛屿吧 我们往岛屿那边去顶上去 这样的走位就会更精妙一些 速度好慢 这个妙高 看看有没有机会 这里 下坠下坠 瞄得太高了 瞄得太高了 这的话就是还要停船吗 其实我觉得这里加速上去啊 走这个压滑的侧面会更好一些 巴尔蒂摩 对吧 因为你想这种找机会啊 就是来打巡洋 你就围着战略打战略的时候 不要看到哇 形势大好就往前冲 其实我们的优势 并不是很明显 我们干掉三艘巡洋 对面的话是 我们是死了两艘 对面死了三艘 优势不一定很明显 对了 这时候敌人总归会有机会 看到没有啊 有失误 你就来干理所 拜拜 总归是有机会啊 可以打得到的 而且的话就往前面说 他一个加速 绕到压滑侧面 巴尔蒂摩也能打 这是个机会啊 我们家压滑 卡在这里的话 就是跟他们家的压滑在输出 这组队的时候就必定是有一个人 扛伤害 另外一个人要发挥优势 这个就是比谁那个杀伤的一个有效性来的更快 就说简单一点 比谁杀的快 对吧 那我们现在围着打的话 他们熏羊出不出来就很难受啊 可能几个方向都被包 都会非常难受 天城 天城这个位置好 天城的话应该是在瞄我们家熏羊界 对吧 你像这种距离的话 你看看很远 其实很近 这种的话 看看 有没有核心区 有没有核心区 偶偶有一万五 中五发 九中五没核心区 这个有点 我们就是差不多啊 呃 这种的话不要急着再出去 再出去你可能被压滑打侧面 对吧 那我们在一个能有效输出的环境下就可以了 而且的话 队友 北卡 哦啊 北卡这边打的好伤 艾档也是往后撤了 所以再一轮输出 打天城 作为战略舰班长 我们能顶住这个位置就已经是很重要了 因为敌人不敢前进 而且在那边绕 哎好的 两发核心 哦 2500加2700 这个伤害爆表了 就说 敌人总归会有机会啊 就说是会有甩肚子给我们 就说有时候一个包夹知识是什么 比如说我们家右边来人 对啊 左边来人 或者哪怕不需要180度的 90度角的一个包夹知识的话 这个好处就在于 敌人怎么转 总归是有一面是露侧身的 这个时候你就怼在这边等机会就可以了 看看这个天城能不能把它收了 对吧 所以说还在需要道道船 因为这个位置已经属于卡的比较前面了 真的敌人发狠的话 基本上就是驱逐一路猛猛进过来 哎呦天城这个位置不大好 而且压滑的话 那个位置也蛮恶 哎巴尔蒂摩有机会 巴尔蒂摩在切吗 对 其实像玩战略的话 更多的就在一个目标选择性上面 我们要多看看 对啊附近哪里有有一些目标 啊描地点描地点 好的 这一发我觉得像了 一记翻山炮千里蓝相见 哎哎哎哎哎哎呦 哇打是打的伤害四发 打打伤害可以 但是这个位置太刁专 而且像压滑的封房啊 就是除了就是说在大河的房间以外 其实人家想正面对他造成爆炸性的伤害 输输的能力是非常低的 那所以说的话 另外能打破就是驱逐还有航母 尤其是航母 但是压滑的防控能力又能规避掉航母 那剩下只有看驱逐舰了 哦他们家的压滑来机会了 来哦我们要留点早 好多炮弹 哎呦哎呦哎呦 可以 这一轮打的漂亮 他们压滑就顶不住战线了嘛 因为毕竟我们这边是两艘班长啊 踢头在这边扛 大家可以看 看到现在也会觉得啊 有时候 这样的好物料啊 就是扛线 其实这个战列大家的想法 就是和用那个 你玩对吧 你自己做MT 对吧 玩魔兽的时候自己做T是一样的 我们就是要扛伤害拉仇恨 但是的话 你是而且的话 他其实虽然说是扛伤害拉仇恨 但是他的炮弹也不会差 对吧 一方面是看你自己输出 选择目标 另外一方面就是距离的控制 因为这个控制不好 就容易送 那么如果 距离如果控制的太太激进了 那么可能就是被人家集火死掉 那就要送了 对吧 那有时候的话距离控制的不好 你那么没跟有门 没跟队友顶上去的话 那就变成怂了 对吧 所以说的话像 战略的打法 第一时间肯定是要打熏羊 有时候说 我觉得我扛线 为什么我扛不过 其实会说 如果真的是战略 对你的造成伤害输出 都会比较难 哎 巴尔蒂摩 尾部尾部 哦呦 跨射打了稍微有点点高 那么像这种情况下的话 战略啊 往前推的时候你可以看 他们两个战略配合的都还不错 而且我们阵型慢慢的是在往前推 其实我们现在 优势是有啊 但是的话 在局部的优势是可以的 那边的话 一吹 哇一吹开始往后跑了 这里天成也好 TRPG也好 比较难打 哦 击毁了JKT JKT的把一吹死了 哎这个就很苦 看能不能想办法把这天成弄死 天成要甩了 他转炮塔的话 这个姿势会比较像 我们两个压滑骑射伤还是可以的 来了来了 来发核心 好样的两万多 漂亮 那么这种的就是说是 战略就是战略剑的一个推进的一个形式 就是战略剑推进你要配合的队友去推 但是不能着急 因为什么 尤其你要为巡洋考虑 像你看你战略如果说 在除去的时候 我们在没有打死加打残一个巡洋的一个情况下 其实他们战略剑我们还是 战略剑的话 他们整条战线我们还是很难推进上去 但是抓到了几个机会以后 我们战略剑就能往前推了 就等于说呢 其实在这游戏当中 航母就有很关键 但是 悬崖驱逐也同样是关键 我有一万二漂亮五发 那么也是打的非常的重要 因为驱逐驱逐的话 他需要一个洒鱼来啊 就你有驱逐在那边的话 你是不会很 战略不会很赶进去 哎哎哎 减减速减减速 天成这个位置可以打 哇天成到船了吗 这个就估计打不了了 这的话还是打这个天成吧 打这个蹄子啊蹄子大侧面的话 虽然说核心区很难出啊 但是半伤驱打的还是很爽的 嗯记得我有一不轮是打了个十二发 可以打到这样三万多点血 哇船头擦了一发 那么就说呃前面说了一半啊 就说你要配合驱逐驱逐看到战略线往在前顶 对吧你就帮他到前面去探雷 这个大概是说你和战略差不多六七公里的一个距离的话 其实相对来说大家都是比较安全的 战略不是说远程输出有时候也是需要扛伤害的 那有时候大家会碰到就是说如果说呃 熊羊没有死的话对吧 然后呢 熊羊跟着往前冲 可能说哎战略没死哎有没有哎没死 那么 熊羊跟着往前冲 然后呢战略的话也跟着冲 然后呢战略优先目标打熊羊 熊羊死完了对吧 战略就被后面反喜喜死 这也是有可能 所以说目标要一个一个打 所以战略的话 其实对一个胜负的关键啊 会起到作用 但是的话作用不会非常的明显 战略的话除非把熊羊打崩对吧 要不然的话就是看驱逐 有驱逐和没驱逐 这个差别的话也会非常非常大 有驱逐的话我们这边就可以挺进 而且防止敌人往前冲 如果说对面是 嗯我们这边如果说是没有驱逐的 我们根本就冲不上去 无法往前冲 因为有驱逐会撒雷 所以说的话我我一直说啊 呃如果大家有时候不要一波流去冲 其实无所谓哪边进走哪里 咱有驱逐熊羊战略对吧 我们的一个呃七队的一个层次 把握好就可以了 那只要是这样的话 你人多你就跑嘛 人少我就攻嘛 对吧 这样都是会比较不错的 好那也是感谢大家啊 收看我们本期的视频 也是祝大家红年新大运春节快乐 那我们就大年初一再见了 拜拜